演讲神奇之道,神娃未知之谜 Hello大家好,这里是派派派哥 新疆,我们上一次讲过 在这片神奇的沃土之上 不仅仅是风景优美 还埋藏着许多神秘的令人向往之处 上期说到神秘的楼兰王国 大耳朵之谜等等 这些怪现象,怪事件 都为新疆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并且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原文化 在这里交汇交织 那么创造出了许多的谜一样的 西域景点以及西域文明 那这充满着神秘色彩的新疆 除了我们讲过的五个未解之谜之外 其他的又有何未解之处呢 有达花生米嫌少去订阅上赶货 咱们今天就一起来探索一下 神秘新疆未解之谜的内容 第六个未解之谜 那就是卡纳斯湖水怪之谜 卡纳斯湖是位于新疆阿勒泰山脉的一个淡水湖 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月牙 1931年一位牧民看见了数十条红色巨大的鱼 在湖中是翻腾跳跃 1985年一个科学考察队 在卡纳斯湖看到了长约几十米的红色巨鱼 随后他们便开始在这里观察 令他们惊讶的是这种大红鱼竟然有百条而不止 他们推测这种大鱼属于是折罗龟 可最终经过研究之后发现 结论为湖中的折罗龟的长度不会超过四米 直到2003年的9月27日 两名目击者乘坐着船时 看到了一只紧露出水面的部分就已经是十余米长的水怪 第二年的夏天 数十位游客发现了若干支的若干米的湖怪 在水中游泳 2005年同一时期 又有多位游客在卡纳斯湖乘坐船游览之时 看到了两只湖怪 2009年科考队验证了湖怪的存在 到了2010年 已经有很多的目击者在科纳斯湖看见了湖怪出现 直到去年5月14日 还会有游客拍摄到科纳斯湖水怪游动的身影 但是至今这湖里的水怪到底是如何来的 那它们又是如何生存的 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第七个未解之谜 那就是神秘的研化 在比较早期的考古文化之中 有一个重要的部分 就是分布在天山 阿尔泰山 阿尔金山 以及昆仑山中的研化 反映出了人们当时的生活的活动 社会的活动 以及对人类祖先图腾崇拜的画面 新疆遗存的研化 有刻画和彩绘的两种 这些研化大部分刻在岩石之上 且大多的岩石画面都是在悬崖峭壁之上 那么当初雕刻的人是如何上去的呢 又是用如何的工具去刻的呢 那么到现在 人类仍然是无从知晓 第八个未解之谜 我们说的就是石球 石人之谜 那么在新疆北部的草原之上 分布着大约200尊石人 从外形上看 他们全都是全身像 无论是脸型还是身体 都雕刻的跟真人一模一样 这些石人 走进了人们视野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疑惑 他们来自于何方 又是谁雕刻的呢 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这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 也吸引了文化考古专家学者的高度的关注 考古界推测 新疆石人 可能起源于公元前的1200年左右 这可能与当时的萨满教 这种古老而神秘的宗教有关 新疆草原之上的石人 或许是萨满教的一种表达形式 那这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石人 又有何不同之处呢 至今还在探索之中 第九个未解之谜 那就是麦田怪圈 相信大家对麦田圈 这个词呢 已经是不奇怪了 这个麦田圈 大多是一夜之间形成 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 有人在故意作怪 那也有很多的自然现象 又无法解释 于是人们就说 这呢 就是外星人的杰作 然而这样的麦田怪圈 不仅仅在国外发生过 在新疆近年以来 也有类似的麦田圈的现象 2000年8月 一考察队对新疆的青河县的麦田怪圈 进行了考察之后 科学家们总结麦田圈的特征为 寂静无声的形成 速度极快 顶多是不超过一分钟的时间 巨大庞大的麦田圈 就已经形成了 到现在 没有相关的资料 能够提供真正的证据和其来源 科学家们至今也无法解释 这麦田圈为何会在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形成 而它们形成的意义又是为何 或许是自然现象导致的 或许是真的有外星人 在某种力量之下推动而形成的 那么这个新疆的麦田怪圈 仍然是未解之谜 第十个干尸之谜 说到干尸 或许感到厚博梗子冒凉风 但是在新疆的博物馆 就有着一个古代的干尸陈列区 可以说是来旅游的人 必打卡之处 说到这 人们最为熟知的还不过是 埃及的木乃伊 也就是埃及的干尸 那是埃及人经过特殊的人工防腐之后 所形成的干尸 然而新疆出土的干尸 与之不同 是没有经过人工处理 而是因为新疆干燥的环境之下 自然形成的 其中的楼兰美女 是迄今为止新疆出土干尸最早的一句 距今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 经过用现代的仪器的检测 专家认为该女子 四十岁左右死亡 身高为一米五六 眼大 窝身 鼻梁高 且窄 下巴尖翘 楼兰美女可以说是典型的欧洲人的特征 然而 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 千里迢迢的来到了楼兰古国 还是说 他们其实就是曾经的楼兰古国的主人呢 那后来 他们的后裔为何又一夜消失 或不复存在了呢 这在考古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到如今仍为未解之谜 最后我们再说一说 巴尔鲁克山野人之谜 或许大家不知道巴尔鲁克山这个名字 但是说到君旅歌曲小白羊唱的 其实就是巴尔鲁克山 巴尔鲁克山的寓意是美丽富饶 相传在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就有人看见过一种能够两足行走的怪的动物 浑身长着棕红色的毛发 时常在山谷之中行走 已经不再是秘密 在2007年的8月 对野人颇有兴趣的记者王莹 其就寻访到了这里 巧的是 巴尔鲁克山附近的村民们 竟然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在玉民县 当地的牧民说 在他发羊的时候 就发现了野人正在偷偷的去盗走他的小羊 而这一情况正好被王莹拍了下来 这段录像变成了揭开野人之谜的关键的证据 流传已久的野人到底长的是什么样 关于野人的谜团是否能够因为这段录像而得到破解 总而言之 新疆的这片沃土之上 有着许多未解之谜 或许他们比我们的文明更加早远 或许他们在很久远的之前的人类的出现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 或许他们就不属于我们现今的人类 那么从现在的角度讲 还有更多的需要去探索 大家认为这新疆未解之谜 你还有哪些新的观点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订阅观众明日报复 咱们下一期偶尔狠的继续